大家好 我是指挥中心疫情监测组组长周志豪 教员是学习知识的场所 请落实防疫措施 为孩子建立安心的学习环境 请家长注意孩子的身体状况 发烧或身体不舒服时 要赶快就医并且在家休息 也请大家共同配合 第一 保持教室通风 使用空调时对脚要各开一扇窗 并注意环境清洁 第二 餐点分贝请由固定人员执行 打赛前请量测体温 清洁双手以及佩戴口罩 第三 搭乘学生交通车或大众运输时 也请记得佩戴口罩 校园防疫不松懈 安心学习有保障 让我们一起努力守护孩子的健康 接下来请收看中家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等你来看金融市政府宣布 基隆宇将提早到3月15号开放登岛 观光行程才预约登记 每日限额1200人 经过多年修缮整备 去年7月才对一般民众开放 有台湾龙珠美域的基隆宇 今年提早到3月15号开放登岛 希望争取疫情趋缓下的国旅游客前来 其实在去年10月31号结束之后 我们就跟船家开了很多次的会议 那也检讨了去年营运的状况 那船家的反应都觉得去年的准备 是还蛮完整的完备的 但他们有一个期待 就是希望今年能够早一点开岛 那我们在讨论完以后 大概有提出了几个方案 那最后选定的是 希望能够在3月15号到10月31号 的这一段时间 让游客可以登岛 位于基隆外海的基隆宇 除了有铁炮百合 金花石算等随着季节变化的 丰富生态景观外 还有隧道 碉堡 停机坪 基隆宇8号 观一岩 及基隆宇灯塔等实景 为了服务登岛游客 基隆市政务方面 今年除了将增设 简易餐饮贩售区 还计划发给登上基隆宇 最高点的游客登顶证明 希望吸引更多游客前来挑战 我们今年希望能够 也有更多的特色的 这样的一个整理 所以我们目前也在研议 希望能够有可以贩售的机制 让店家可以在游客登岛的时候 有简易的包括饮料或者是有一些小的点心可以享用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现在也在研究 另外我们也希望能够搭配整个游客的这样的一个登顶 或者是环岛的这样一个步道 那我们希望游客可以留下我们这个登岛的这样的一个纪念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们现在也在做一个登顶登岛的这个证明的这样的一个机制的研议 基隆市政务方面也建议游客规划基隆离岛行程 在登岛前后顺由基隆东西两岸景区风光品尝在地美食 基隆与登岛开放时间从3月15号到10月31号为止 过程采预约制 每日限定1200人 想要体验基隆与离岛神秘风情的民众可千万别错过 记者张启腾基隆报道 再带你来看七堵区工建路一项 长期以来路面均裂严重 影响到居民进出 市议员杨秀玉接受居民的诚情 争取经费重新铺露及建造水沟 受到当地居民的感谢 看到基隆市议员杨秀玉来勘察正在失作的路面及水沟工程 当地居民都很感谢 怎么说有这么风险 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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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六堵科技园区里面工建路104项 正在进行路面重铺及水沟工程 基隆市议员杨秀玉特地到现场勘察工程进度 由于当地属于老旧社区的狭小巷弄 多年来路面均裂破损影响居民型的安全 因此杨秀玉接受居民诚情 争取经费来重铺路面和水沟 当地居民都很感谢也非常肯定 之前都坑坑洞洞 然后凹凸不平 不利于老人小孩行走 现在已经快做好了 也非常平整 感谢杨秀玉这边的协助帮忙 谢谢 杨秀玉表示 只要是民众真的有需要的事情 他都愿意尽力帮忙服务 不会因为老旧社区或是人少就不做 这里的住户几乎都是老旧民宅 那这条巷弄 104巷弄大约有六七百公尺的一个长度 那可以说是这边的整个道路 如同我们刚刚发展协会的这个理事长提到说 常年这个年久失修嘛 那么就是说有他们相信来跟我提说 一直长长期期这会跌倒 希望说我能够来帮他们争取这笔经费 来就是说帮我们就做一条新的一个巷弄的一个道路 那我去年我是半半施工嘛 在去年有做了一半 那今年就再做这另外一半 应该最近这几年会把整个工程完成 那我想人民的一个安全为首要 所以我也不会分说这里有没有居民的多少 哪里有需要 就要应该我们经费就用在需要的一个地方 这才是我们身为一个民意代表应该做的事情 目前改善工程已经进入最后阶段 杨秀玉也希望工程能够如期如值的完工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 基隆市政府预计9月要动工 将公立纳谷塔改建为现代化生命点藏馆 由于塔内目前有13000多个骨灰台 3月12号起市府将连办13场的家属说明会 向家属说明未来先人迁入新纳谷塔的相关事宜 每到盛中最远的季节 位于蓝龙公墓的基隆市立纳谷塔总会涌入祭拜人潮 不过因为现有纳谷塔使用超过37年 基隆市政府规划9月动工改建 因此对于目前存放在塔内13000多个骨灰 及牌位要暂时安置何处 以及后续祭拜等问题 基隆市政府决定从3月12号起到4月21号 连办13场说明会向家属说明 安置的部分我们会在我们旧的火唱场的部分 会做一个临时的安置的区域 那把1万多个骨灰坛跟骨骸全部安置在那边 那除了进塔退塔以外 目前就不会开放这个进去祭拜 将在外面会做一个区域 做一个祭祀区 也让家属如果真的有需要来追师 来祭拜的话 还有一个地方 另外新的生命点场馆完工后 原有鼓翁及牌位如何进塔还有收费问题 则是说明会另一项重点 我们未来的收费标准也参照了临近县市 将比较公立的纳古塔的水准来进行收费 那原则上原本已经在纳古塔的这个骨灰坛 原因上就是我们会按照过游的楼层 来做一个未来进塔之后 新的纳古塔建建完成之后 安做一个安置的 这部分是不收费的 那如果是要选位的部分 就会按照我们的收费标准 让家属来加价来收费 像这部分会在说明会来进行说明 金融市政府民政处方面表示 这栋地下一层地上六层的生命点场馆 将耗资五亿多元新建 预计民国113年完工 未来可以放置五万多个骨灰翁 及一万多个省主牌位 民政处方面已经请各区公所 韩文通知所有家属参加说明会 家属如果有疑意 也可以先向金融市殡葬管理所洽询 记者张奇藤金融报道 接下来又带你来品尝各式 美丽温暖耀眼的草莓甜点 感受甜蜜与浪漫的美好 这一颗颗草莓是否让您目眩神迷呢 金融在地烘焙业者 以新鲜健康的理念 推出粉红泡泡的浪漫甜点 将北海道双麒麟 升级为粉红草莓盛代 使用新鲜草莓结合马兹卡碰 在口中化开的酸甜 犹如恋爱的滋味 我们是用大壶的草莓 然后配上我们特别调过的草莓酱汁 加在里面 草莓酸酸甜甜的滋味 非常搭配我们的甜点 没想到尝起来可以这么的绝配 真材实料的还有这 莓果豆沙三明治 滑嫩绵密的豆沙 一口咬下仿佛生在日本 今年草莓鸡很特别 我们用吐司 然后还有红豆 然后把草莓大幅的口感 融入在吐司里面 所以你可以吃到外面是草莓大幅 可是我们今天是用吐司去做的 草莓吐司也很特别 里面加到红麴跟草莓干去做的 吐司也是迷你的 也是一个人吃下午茶东西刚刚好 另外浙江香酥表皮 奶油及草莓馅料完美融合的草莓可送 与人气甜点迷你草莓生乳卷 也让顾客有满满的幸福感 搭配那个好吃的果干 那香香甜甜酸酸的 很适合全家人的口味 创意与梦幻结合 业者年年推新品 要让这幸福的粉红氛围传递出去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金融市110年度中小学联合运动会 首次移师到台北市立田径场办理 完美落幕了 184项田径赛事中 14项31人破全市及破大会记录 创了5年来的新高 其中最大赢家南荣国中 选手连除夕初一都在练演 运动家的精神令人敬佩 真的是超级冠军啊 南荣国中在110年度的 中小学联合运动会中大放异彩 南瓜了21斤 其中郑一红及江承恩同学 更达到个人四项破大会 破全市 连四破的最佳成绩 加油 加油 Ю录 果图 今年从除夕就开始练 初一一大早也来练 很開心這次比賽能破四項記錄 然後也拿四項提款 經由D超過 然後心裡有想放棄的念頭 可是我在有詢問兩位老師的當下 讓兩位老師開刀我 然後去突破這個念頭 想放棄的念頭 然後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我才會有這次的好成績 謝謝兩位老師 這次的800有破紀錄 然後400差0.09 就覺得有點非常可惜 然後希望明年上了高中 可以有更好的成績 然後謝謝兩位老師 這樣除夕的時候就帶我們這麼久 因為基隆的天氣 本來就是很容易 冬天的時候都會在下雨 那小朋友他們就基本上 就是無畏風雨 就是出來就會照跑 那我覺得他們可能也有這個精神 所以他們在場上比賽的時候 就是會奮鬥到底 就跟他們練習一樣 那我覺得這樣就很好 機會留給有準備的人 在這一次110年的中小學 聯合運動委裡面 南東國中呢 在全體老師還有體育班 不管是跆拳 不管是田徑的努力的辛苦訓練之下 從過年除夕就開始 大年除一除二出三也都持續的練習 我相信他們今天的成績都是自己 努力訓練出來的 那在這段過程當中 其實他們有成績 有碰過身體上的傷痛 或者是心理素質的降低等等 但是也在學校老師還有同儕 以及士生的鼓勵之下 克服這一個困境 度過這個難關 我們未來希望呢 在今年的全中運的成績能夠更好 替基隆士爭光 也替南東國中的體育班成功 苦練揮灑汗水中 有亮麗的成績成果 達標選手將代表基隆士 參加四月份在雲林縣舉辦的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也希望選手們能持平常心 持續精進訓練 為自己也為基隆士 全力展現實力 爭取最佳成績 記者蔡曉君採訪報導 基隆慈雲寺整年度的重要慶典 包括了元宵節藝文活動 文昌君聖誕 觀世音菩薩聖誕 玉佛節及忌孔大典等 無不吸引眾多信眾前來 慈雲寺對於重要慶典 祭祀活動及社會服務 總是不疑慮的認真規劃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歷史悠久 信眾眾多 香火鼎盛的慈雲寺 HOME PLUS TV 4K智慧基上盒 數千部搶檔一句隨你挑 電視輕鬆看YouTube 陪你追劇零時差 立即升級HOME PLUS TV 光鮮上網加有線電視799元起 再賺看片金2千4 申辦首月通通免費 手刀搶辦 歡迎回到中家新聞現場 和樂獅子會議 東方獅子會議在西定國銷 舉行捐贈愛心賞與捐款的儀式 同時也進行了兒童勢力保健癌症的 衛教宣導 以及反毒反詐騙的宣導活動 打不開 打不開 急救用的學校愛心傘 把把毀掉 有一些同學因為 早上出門的時候是大太陽 所以沒有帶雨傘 然後他們來到學校之後 就開始下大雨 所以就沒有傘可以回家 我們學校的愛心傘 有些已經壞掉了 沒辦法給每個學生用 所以我們想要增加愛心傘 讓每個學生都不用淋雨回家 學生在班會上提出 校長成立國立即請託家長會顧問 同時也是和樂獅子會會長的林峰玉先生 非常感謝西丁國小這次願意提供這個機會 讓我們和樂 捐贈愛心傘 獻贈愛心傘 獻贈愛心傘與捐款儀式上 林會長也捐贈了五千元 同時也邀請東方獅子會捐贈五千元 作為表揚比賽優秀學生 教師的獎金 在這邊我代表全校的實施 再一次的感謝我們獅子會的捐贈 捐贈一事後進行兩場勢力保健與兒童癌症的胃教宣導 將兒童癌症初期有七大症狀來告訴小朋友 希望透過這個讓他自我檢查 能夠及時地來發現 透過活動感受校友們對母校的回饋 也期待將這份愛傳承下去 記者蔡小君采訪報導 同樣也是溫馨消息 金融市公益協會 今年首度結合了金融開機老大公廟 辦理獎助學金頒獎活動 共有一百位學子受惠 期許將這愛延續公益不間斷 由十所校長們代為接受的獎助學金 來自金融市公益協會 與金融開機老大公廟 今年兩單位首度結合 讓愛延續公益不間斷 我們希望把愛延續 幫助更多的小孩子 感謝這次的 金融公益協會邱理事長的邀約 讓這個愛心能做得更長久 讓這個愛心能做得更 幫助到需要幫助的小兒童 非常感謝金融市公益協會 結合老大公廟來協助我們金融市兩所國中 八所國小學生 提供他們獎助學金 讓我們的孩子在學習的路途上 有貴人相處可以學習得更順利 這一次我們非常感謝老大公廟以及公益協會的贊助 讓我們這些有困難的學生能夠無後顧之憂 然後能夠專注在他們的功課學業上面 非常謝謝大家的愛心 儘管大環境不佳 處長及校長們感謝公益協會 與老大公廟持續送出溫暖 鼓勵學子能夠在求學階段 依然能夠奮發向上 不放棄任何學習的機會 記者蔡小君採訪報導 再看一位浪子回頭的故事 經營水餃網路生意的吳彥廷 年輕的時候經營地下錢莊四處討債 後來父親過世後痛徹領悟人生 替父親捐出了一台救護車外 他還包出了五顏六色的水餃 每個月定期捐出回饋社會 我們就是要確保消費者的安心 所以 曾偉的蝦仁包進水餃內 一整顆的飽滿水餃 看起來相當討喜 而一整鍋的七彩水餃 在滾水裡翻騰 看起來超吸睛 紅色水餃是胡蘿蔔汁 綠色的是菠菜汁 黑色的是墨魚汁 還有用紫地瓜天然的花青素 染成的紫色水餃 以及南瓜黃色水餃 一共五種顏色 這個五行的水餃就是 我們用蔬菜的元素去設計 對不對 然後因為現在國人 因為現在國人的食安問題都很嚴重 所以我們會希望說 消費者吃到糖分少一點的東西 鹽巴少一點的東西 所以我們去以這個做設計 李哲小平頭 他就是生產水餃的老闆吳廷燕 但不說您不知道 年輕時候經常流連紅燈酒綠 還做過討債工作 是警察眼中的頭疼人物 不過自從父親過世後 突然領悟到人生 開公司賣水餃翻轉人生 我曾經放過款 就低下錢莊 然後就討債 以前也是流連酒店 然後鬧事 然後走在路上都要躲警察 不避諱去談過去荒誕人生 印象中父親在生前 希望他用自己力量去回饋社會 如今先捐贈一萬顆水餃 慰勞消防人員 未來目標是捐出一輛救護車 餃料非常的實在 非常紮實 咬起來非常紮實 很多汁 是很方便 有時候出勤回來 熱水燙一趟倒下去 同仁就可以馬上吃 所以我們趕快軍加大的水餃 讓我們弟兄24小時 吃飯可以吃得更溫飽 以去外面應付更多的勤務 當時是因為非常潦倒 所以他對父親的這句話 他不放在心上 可是經過這麼多年以後 他一直還是銘記在心 所以他在今天一個捐贈場合裡面 他也花下這個紅眼 他說以後他賺多錢以後 他要再捐贈這個救護車給我們 一顆又一顆的水餃 從滾水裡起鍋 水餃內餡豐富營養 讓消防隊員吃進嘴裡 暖在心裡 記者黃紹明 基隆報導 為了鼓勵媒體製作優質的兒哨節目 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 主辦國人自治兒童及少年優質節目 五星獎活動 今天要帶你來看 榮獲五星推薦 由公共電視台製播的 台灣特有種 從今以後 我要獨自面對外面的世界了 雖然很害怕 但我要帶著媽媽教給我的智慧 勇敢的走下去 由公共電視台製播的 台灣特有種 榮獲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 評選為五星優質兒哨節目 努力能被觀眾肯定 讓節目製作團隊相當感動 因為兒哨節目一直都屬於邊緣 然後一直努力是很少被看到的 所以有沒關會能夠願意 在二十年來做這件事 非常的感動 感言就是很感謝評審的肯定 尤其我們那個兒哨評審獎 我們有入圍 然後我覺得 因為一直做節目 一直不知道觀眾在哪裡 然後能夠得到觀眾的肯定 但是非常的開心 然後也感謝所有 一路上支持這個節目的團隊 顧問 然後主持人 還有參與這個節目的小朋友們 台灣特有種的初心 是希望做一個很輕盡 輕鬆的生態節目 讓大家能夠知道 然後也希望 其實背後的精神 更是希望能夠鼓勵 在升學主義下的年輕人 能夠發展自己的興趣 能夠堅持下去做自己 優質五星兒哨節目 製作內容精緻 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 歡迎民眾踴躍收看 支持優質的兒哨節目 每關也感謝中家數位 股份有限公司 參與贊助經費 支持這項優質兒哨節目的 五星獎活動 一起從兒哨視角來關注 兒哨的傳播權 記者陳淑萍 台北報導 人口高齡化 長州議題亨 台北市政府積極規劃 老人福利政策 北投齐延長青樂國大樓 落實了社區照顧功能 以及在地老化的目標 打造從健康亞健康 到失能失智的體系 成為慢老新典範 長輩住在社區大樓中 與鄰居好友一同上健康課程 訂點公餐和親子動靜態活動 都可以在同一棟大樓實現 若有長照問題 還能第一時間諮詢 便利性十足 被偷其言長青樂國大樓開幕 打造多元化照顧 在地老化的場域 臺灣人口從65歲上人口 從70%流大變成20% 只花了30年 歐美國家像北歐那些國家 大概花了110年到130年 所以它有很長的時間適應 所以事實上要應付一個 突然人口結構的巨大變化來 坦白講這是未來幾年內 臺灣的各級政府要去面對這個 很嚴肅的問題 因為從來沒有幾個國家 據我所說我看全世界分布 就我們臺灣跟南韓一樣 從來都沒有其他國家 在這麼短的時間內 人口結構緊張這麼大的變化 這棟大樓 地下二層、地上七層 第一樓當然是有餐廳、廚房、親子活動、設施 服務櫃檯 二、三、四樓就是 中和式的廠道機構 就是要讓我們不要真的是太老的 沒有辦法 就是要住在機構、廠道機構 五樓是社區式的廠道機構 就是還可以白天來上班 我們下午就回去了 那我們六樓的老人服務中心 包括長青學院、健康獎座 就是說就是來這裡 大家可以讀書、朋友 那我們七樓還有這個身心障礙者的事業中心 所以這棟大樓的設計 那意思是說它提供不同程度的這種照顧 當然還有一點 它是一個基地 所以用這個基地再去趴在旁邊 因為有些這間照顧中心 設在學校裡面就可以了 所以這是我們在台北市的這種北區 在北洛地 它是一個很重要的基地 它裡面有各種各種照顧的模式 它利用這個模式再去 這個機構也是類似的 一個我們政府的一個機構在這裡 然後在台北這附近 所以我們這個是一個 算是我們在台灣在面對老的 這種人口急速變化的時候 一個很重要的措施 大樓是台北市首創 結合社區服務 住宿室與社區市長照機構 勞人服務中心 日照服務 身心障礙資源中心 透過友善空間 與長照高科技設備 照顧長者生活安全 也有不少活動幫助樂活 同時設計親子活動區 綠化餐廳 烘焙方等場所 實踐世代共融精神 記者汪宇俊台北報導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央新聞的臉書 及YouTube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在地新聞 另外我們也與FM 輕鬆電台96.9聯合直播 歡迎準時收聽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今天晚上要開動 如果您有好 請客 瀶子 請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